凤九眼前这个人 一身黑袍 腰间细了一条白色的腰带 配着一块玉佩 头发高竖 袖边和一脚是白色丝绸裹边 整个人散发着一股英气 且面容帅气 皮肤白皙 任凭一个女子都会一件清新的 但凤九不会 这个人他甚至有点觉得讨厌 无论他多么帅气好看 他依然还是那个一心要取红玉笛的人 灵虚 灵虚笑着说 别来无恙噩 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又遇见了女君啊 真是缘分 说着走进了凤九 灵虚之所以走进凤九 就是为了探测红玉笛此时是否在凤九身上 果不其然 正如灵虚所料 红玉笛正在凤九身上 眼下这个机会 急不可施 施不再来 灵虚打定主意 一脸严肃地说 女君既然不愿意嫁入我们妖界 也无妨 念在清秋雨妖界素来无战事 本君又钟情于女君 既然女君已是毕后 本君也就不夺人之美 不如女君送我遗物 也好让我堵物私人 不然我也太惨了 不知女君意下如何 凤九一听这话便知灵虚的意图 想必她是知道了红玉笛就在此处 所以如此正经地说出这些话 凤九想着 尼古此去西海 恐最快也要一个时辰 自己先拖一拖 等小叔和哲言来了 一切就都妥了 凤九说道 与其说是堵物私人 不如说是清秋与妖界和平相处的信物 但凡妖精能看上的 我清秋的宝物你随便提 凤九绝不吝惜 灵虚扑斥一笑 说道 好 不愧是本君看上的女人 如此豪气爽快 本君想要的不在远处不在清秋 就在此处 就在女君身上 凤九听罢 也是一笑 道 诚如妖精所言 既然不在清秋 那便不是清秋之物 不是清秋之物 树凤九不能做主私下赠予妖精 还请妖精您再选其他宝物可否 凤九一边说一边拱手微微作礼 灵虚听完坦然说道 女君知道我要什么 之所以假装不知 我想 是因为女君在拖延时间 女君真的以为那个树精 真的能把哲言和白针找来 凤九惊注 立生问道 不知妖精此话何意 女君既然不愿配合 那就不必多说 我凭实力自取 只是 妖精顿了顿 望着凤九那张绝色的脸 继续说道 女君刚才与那一群妖兽打斗 想必是费了些力气的 况且女君不过几万年修为 而我 十几万年的妖精 你既不愿嫁给我 那么这次出手 我绝对不会再像上次 在九重天一般怜香惜玉了 凤九听到灵须说起谜谷 心想着灵须定是有备而来 继续拖着也不是办法 于是说道 那就开始吧 瞬间 昆仑山和张伟山交界处 深藤起义团更为浓烈的红褐色仙团 在这红褐色仙团中充满着众虫的杀气 人间的战场刀枪剑剂 浮月勾叉 杀声震天 这神仙与妖魔的战场则是各种仙团相碰撞 各种术法相抗衡 眼下的昆仑上与张伟山的交接处正是如此的状况 这杀气腾腾的气场 引得张伟山上的梧桐树拼命地摇着树枝 笼罩着张伟山的金红色光团也更加浓烈起来 两天后东华帝君出关 听众林说凤九回了青秋 心中实在想念 便准备去青秋看看 就在此时叶华来到了太成功 说是有钥匙相伤 同时也已经派人去请各界军神 稍后大殿议事 东华帝君很少看见叶华如此一脸沉重 且听说已经派人去请各界神军议事 那凤九稍后就应该回来了 于是就与叶华一同前往议政典 大殿之上 四海八荒各界的军神军已到齐 见到东华帝君与天军接一同行礼 叶华走上天军的坐踏 看了一眼已经坐下的东华帝君后 也坐下道 免礼 叶华继续说道 近日有天冰禀报 网上海今日波涛汹涌 海面上总是生腾着一股雾气 天冰想要靠近查看 却无论如何也不能靠近 还被一股巨大的先例挡了回来 众位可知这缘由 此话一出 大殿之上的众位先神纷纷议论起来 这网上海几十万年从未听说过有什么事情 如今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都在讨论 但也没有人能说出所以然 一个个面面相去 叶华看见大殿如此喧闹又说不出什么能用的建议 不禁感到心烦 林宝天尊看着如此混乱的场面 站出来说道 网上海在青秋 不知青秋女君可在 众人听到这话顿时扭头转脸在大殿上寻找青秋女君 却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青秋女君的身影 东华帝君听闻夜话说 网上海的事情也是一筹莫展 自星光节界后 东华一方面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凤九身上 另一方面也专注于自身修为的恢复 还好最近频繁的闭关颇有成像 东华帝君的修为恢复到近五成 只等血连练好 就可以完全恢复了 此时东华帝君心里担心凤九 此刻凤九又迟迟没有出现 心里更是着急 正准备起身去青秋找凤九时 只见一天兵上殿回禀道 回禀天经 在下奉命去各界召集君神 但是到了青秋 你惊他 天兵看了看一看严肃的东华帝君 众人寻着天兵的眼神也看向了东华帝君 只见东华帝君一脸冷漠 眼神中透露着急切 盯着天兵 说下去 回禀帝君 女君不在青秋 那可曾见到米谷先君 叶华知道米谷这个小管家 凤九不在 自然要问问米谷 回禀天君 属下未曾在青秋见到任何人 什么 你说青秋没有任何人 东华帝君震怒的声音传来 就在此时 又以天兵来报 说是往生海 今日波涛更为汹涌 前去探查的天兵与强行靠警察看 却被巨大的法力打伤了 顿时大殿一片哗然 叶华看了看东华 沉色了片刻对着以天兵道 去请天后 叶华转身看向东华帝君道 帝君且宽心 凤九有您的天罡照护体 这四海八荒没人伤得了他 如今弥谷也不知所踪 或许与凤九的失踪有什么关联 不如请浅浅过来 他毕竟更了解青秋和往生海一些 也许他有办法知道凤九的去向 叶华说完见东华帝君不作声 只好静静地等着 就在此时白浅走进了大殿 同时闻讯而来的还有白真和哲言上神 众人听完叶华的介绍方知 往生海一栋 那日滚滚通我说 两日前弥谷曾来九重天找过凤九 很着急的样子 但弥谷并没有见到凤九 只将公文给了滚滚 让滚滚给凤九 说是要着急去找四哥和哲言 白浅听完叶华说完事情的始末 紧接着就将滚滚那日告诉他的事说了出来 说完便看向哲言和白真 哲言愣了一下 道 前几日我和珍珍去了西海 殷苏莫叶说他又寻得一心茶种 让我和珍珍同他一起去去 我们面去了 前几日才回来 刚才天兵来报 我们就赶来了 没想到弥谷也来找过我们 凤九居然不见了 白真此时脸上也是一阵怒气 仿佛在责怪自己不应该和哲言去西海 害得凤九不见了 叶华见状 向白浅道 浅浅 你可知往生海是什么原因 白浅想了想说道 往生海自我继位以来最是风平浪静 凤九小时候还时常在往生海游泳 没有听说过有今日之景象 更没听说往生海会自身仙力打伤人的事情 这个我倒不知道 不过 帝君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妙华境找一找凤九的下落 他素来喜欢往生海 也常去 也许知道这其中缘由 经白浅一提醒 叶华才想起来可以通过妙华境找一找凤九 于是看着帝君 东华帝君随即走出大殿 众人一路跟随 来到一方瀑布前 这瀑布就是妙华境 修为高的神仙可通过妙华境看到任何仪式的兴衰更迭 在阿兰若之梦里 帝君为了了解阿兰若之梦这个梦境的来源 曾打造过另外一枚 也因此带着帝后走出了阿兰若之梦 此时众仙神已所剩无几 一些修为不高的 或者非仙体的神君都受不住妙华境这一方瀑布的强大仙泽 只好远远地看着 不敢靠前 东华帝君袖子轻轻一挥 眼前的瀑布中间便换出一面巨大的镜子 东华帝君手指一点 一道紫色仙泽飞向镜中 镜中便出现了九重天南天门的景象 只见米古来到南天门 匆匆说了来由便直接去向一十三天的太成功 半路上遇见了刚刚采洗蜈蚣出来的滚滚 米古叫住滚滚 给了他公文 要滚滚交给凤九 然后又匆匆地去了十里桃林 却不见哲言和白真 于是询问桃林的土地 土地告诉米古 哲言上神和白真上神前些日子去了西海 还没回来 于是米古又前往西海 刚来到西海门口 就有公文说白真和哲言同二皇子苏末叶去深山才查中了 须得几日才能回 无奈之下的米古只好回到青秋 米古刚回到青秋就听见下面的小仙说在青秋 席边又发现了几具走兽的尸体和一些凡人的尸体 还有个别看上去没有长大小孩的尸孩 尼古连忙赶过去查看 此时妙华镜中出现了十几具尸体 有走兽的 有凡人的 尸体都干枯别兽 只剩下一副骨头撑着皮囊 近前的神仙们倒吸一口凉气 看来这是妖界的蚕食术 蚕食术是妖界独炼的术法 通过吸食活物的元神魂魄提升修为 若是用磁灯术法对付神仙 那神仙的元神魂魄以及修为都会被吸食 可大大提升妖界妖怪们的修为 东华此时此刻的脸已经冷到极致 只见他指尖移动 一道紫色的仙泽再次飞向妙华镜中 镜中便出现了太陈宫中景象 镜中 凤九在六角亭看着宫门笑出了声 然后收起宫门来到东华闭关的地方站了一会 又回到书房 滚滚进来给凤九看了宫门 并转述了米谷的话 镜中的凤九微微皱眉 和尚公文对滚滚和仲林分别交代后 离开了九重天回到青秋 镜中的青秋依然很美 将凤九与米谷合适见面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一一呈现 众人方才完全了解凤九离开九重天的原因 此时 镜中的青秋一片黑暗 凤九和米谷在草地上看星星的画面 也呈现在众位神仙眼前 东华帝君听到凤九的想要和自己看星星的话 还有担心自己 想念自己的话微微红了眼眶 这几十万年 从而没有人如此欣欣念念着他 直到小白的出现 东华此时紧了紧拳头 那下性子接着看下去 东华看着镜中一身红衣英姿 赛爽的凤九一脸认真的和米谷探查青秋边界处的小细节 看到飞来的梅花露的尸体让凤九花容失色 看见被黑熊经抓伤流血不止的凤九 看见被一群夭兽围攻的凤九 眼前的一切让白真 白浅 折颜一脸担心与紧张 更是让东华帝君被感心疼和内疚 当众人看到林旭的出现 一切恍然大悟 这一切恐怕就是林旭玉手策划的 众人也又疑惑 明明凤九让米谷去西海再请哲言和白真 怎么这二人却未曾见到米谷呢 带着这个疑惑 众人继续看笑妙华镜 镜中 一身红衣的凤九笑咪咪地看着林旭 胳膊一直在往外渗出鲜血 林旭则是一身黑衣看着凤九 更是在米谷与之对视一眼离开后就同凤九大打出手 不仅如此 画面中林旭再次招来众多妖兽攻击凤九 凤九寡步敌众 身上好几处都被抓伤流出鲜血 而林旭则是在不远处站着 镜中的凤九在众多妖兽包围中突然收手 右手突然红光乍现 一把通红的玉笛出现在手中 镜前的众位神仙不约而同地说道 红玉笛 只见镜中林旭突然画出巨大先例 偷袭未曾留意到林旭的凤九 就在那股力量冲击到凤九身上的一瞬间 东华帝君放在凤九身上的天罡照立刻弹出 挡住了这股力量 在天罡照中的凤九也随之倒在地上 脸上身上全是鲜血 林旭也大声惊叹道 东华帝君的天罡照 东华帝君看到这一幕 眉头皱得更紧了 镜中 林旭还想再进一步试探 谁知还没靠近就被天罡照的仙泽弹了回来 天罡照中的凤九挣扎着 一点点站起来 拿起红玉笛 使出锦衣成仙力吹起了红玉笛 顿时 渺华境内外均响起了凤九的笛声 笛声悠扬很是悦耳 但除了凡人 四海八荒无论神仙妖魔都能感受到 这随着笛声而来的能量 镜中原本将凤九同东华帝君的天罡照 团团围住的妖手听到这笛声后 纷纷变得温顺了起来 各自散开离去 灵虚体内的妖力也微微开始涌动 双眼通红 突然 一道白色的仙泽突飞而来 在天罡照周边环绕了十几圈 那道白色仙泽一长耀眼 晃得灵虚睁不开眼睛 在那白色仙泽消失后 凤九连同东华帝君的天罡照一并消失在镜中 灵虚也化作一道红光消失 红玉笛怎么会在凤九身上 而这女娲娘娘留下来的圣物不是一直在妖界吗 况且要使用这红玉笛发挥 其能量需得让这红玉笛认住 凤九又怎么能够运用如此顺畅 白真一脸不可思议地说道 凤九就此消失 那米谷呢 她为何没有及时通知兜哲言和四哥 白浅看着空荡荡的镜子 也是一领疑惑地提出自己的疑问